周柯宇和林默,欢迎! 久等了,久等了,请坐,请坐,请坐。 请坐,请坐,请坐。 等不及了,在后面我已经... 等不及了,对不对?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院林默。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院周柯宇。 哇,今天看到两位真的是比电视上看起来更高,然后更瘦,更帅。 对,其实我知道身边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关注《创造营》这个节目,当然呢,也有很多是你们两个的粉丝。 其实呢,有一些人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关注你们两个,有一些呢是从《创造营》这个节目才对你们有所熟悉。 所以你们两个参加这个节目,一直比赛到现在,自己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你,你,什么? 我觉得变化的话,我觉得我最近应该是长高了一点点吧? 长高了一点。 因为他们都是这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感觉长高了一点点。 然后呢,也收获到了很多朋友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然后也看了很多书,感觉自己在这里面知识量有所增加。 然后也上过很多舞台,赶紧赚了很多,你懂吗? 这舞台上一次就赚一次,就赚到了。 很多经验,对不对? 周克宇呢? 我觉得我就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个营里面有两个老大哥赞多和立丸。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能力很强嘛,然后就是会有时候可以上到他们的课,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像他说的,我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那你有长高吗? 不要再长高了,很想再享受了。 不想再长高了,对不对? 要把腿再短一点点。 那两位,其实我知道关系都很好嘛,你们两个是参加节目的时候认识的,还是之前就认识? 参加节目的时候认识。 参加节目的时候认识。 那你们私底下会不会给各自起一些什么外号啊之类的,或者你们看到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看到林默的第一印象是在那个初舞台,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在化妆。 然后当时化完妆拍定妆照。 我就看见林默。 要多吃才可以长高。 我看到他之前,我以为他会是那种很治愈,喜欢微笑的那种男孩。 就看他第一面,他当时在拍定妆照,然后他在。 他在干嘛? 就是在抠牙套。 这是可以说的吗? 快要把整只手都伸到嘴里的。 没有,这样。 这是林默吗? 那感觉有点破碎掉。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不认识他吗? 你看到他在抠牙套,你会想说,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没有,我觉得挺逗的。 很自然,很自我,对不对? 对,感觉很亲和。 对他没有感觉。 对他没有感觉。 他真的,我们初舞台的时候, 他都一点印象没有。 当时是这样。 当时是这样。 当时我们初舞台,不是,会有说三个人进入A班吗? 然后我旁边是奥斯卡的,他坐在那个最后那个中心位那个地方也是很大。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是谁呀? 完了之后我看过几次,但我没有记住他到底是谁,名字和号对不上。 对他一直没有印象。 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哎,好高啊。 然后才知道原来他叫周柯宇,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叫他周柯。 周柯。 他喜欢叫所有人名字,只叫两个字。 简称,对吧? 对对对。 那你叫他什么? 林默。 所以你们两个没有四个字? 默默。 就是你叫他默默。 他叫你周柯。 这是只属于你们两个的名字吗? 还是大家都可以这么叫? 大家都这样叫。 哦。 那其实呢,我们说到,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擅长rap,对不对? 嗯。 不擅长,我是在这方面有一点天赋。 有一点天赋。 一个擅长,一个有天赋。 但是其实你们在舞台上还没有正式合作过。 如果一起合作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点子或想法吗? 嗯。 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想跟他一起合作。 哈哈。 因为我rap,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也就是碰一下就不碰了。 就是,就是,就是舞台上尝试一下就不会再尝试了。 嗯。 如果机会以后还有的话,可能会那些一下。 但主动尝试反正是不会的。 那如果你们两个。 但是如果想要是中科语的话,可能会想,嗯。 什么风格的话,那种,炸裂的吧? 炸裂的。 嗯。我想也是,就类似风点那样。 嗯。 嗯。 其实我知道,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很专业的人面前表演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之类的。 有。有。 我印象还挺深的。 因为之前,呃,就前,其实就前不久。 嗯。 上了一次丽丸的,就是单人大师课。 嗯。 然后要在他面前去单独给他跳舞。 嗯。 其实压力很大。 虽然他就是平时人特别好。 然后,哪怕你们思想关系再好。 但到这种时候,其实难免会有一点严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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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时候压力很大,就觉得,就感觉要给他看你。 最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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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但是这种压力,其实也是可以激发你们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表演还是工作,还有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在学习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一点压力反而是更好的。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嗯。对。 我想问一下两位。 因为你们看起来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保养的一些秘诀。 我就用这个。 我就用这个。 等不及了是吗? 我也用这个。 给给给给给给。 我想问一下这个林默,你是什么肤质?你知道吗? 我很干。 很干。 对。很干。 这个东西从脸上立马就没有了。 就是很润对不对?很嫩。 像那个海绵。像海绵。 像海绵。 像海绵。 吸收的很快。 吸收的很快。 对。 嗯。 周克宇呢?你是什么样的肤质? 我感觉我应该算是那种。 哎。都。我记得之前有说有。 他都没有说你。 你倒是知道他的肤质。 我看能听着。 就那样。 就是。 就这一块。 比较爱出油。 爱出油。 T区爱出油。 嗯。 对。而且很爱出。 T型。 对。 然后就是等于说平时。 可能化上妆。 嗯。 40多分钟就会开始出油。 所以就是需要经常定妆吗? 需要经常。 对对对。 要补那个散粉。 要补散粉。 要经常补水。 但其实洞灵小蓝瓶。 因为你们两个肯定都用过嘛。 对不对。 刚刚林默说用完了之后。 哇塞。吸收非常快。 周克宇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我自己觉得也是。 因为我平时不是很喜欢用那种抹到脸上。 最后会变得油油的那种。 我觉得尤其是睡前抹那种东西很难受。 你躺在枕头上最后脸都会感觉黏黏黏。 对对对对。 而且头发都会粘着。 对对对。 但我用这个的时候。 因为之前去拍这个的中叉拿过一瓶那个。 然后回去之后就有尝试用了一次。 就涂上去之后。 这只有配用一次吗? 就用了。 他说的是回去用了一次之后就从此再也放不下来。 林默在拆我台。 林默在拆我台。 他还没说完呢。 对。 然后就感觉吸收的。 就确实是比我想象的很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好不好。 我们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其实这个洞灵小蓝瓶刚刚林默还有柯宇呢都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适合任何肤质的。 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像周柯宇一样是混合皮都可以来使用。 而且巨香。 真的很香。 它的这个味道是这种非常舒适的味道。 对不对。 好的。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刚刚因为我在我们刚刚在对脚本的时候。 然后林默就说哇塞我今天来到这里感觉很像。 就是有一种小的时候看电视的那种感觉对吧。 那个购物节目。 我们是在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个真的很有效的产品。 其实呢如果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 如果你希望你的皮肤可以变得很强忍很稳定的话。 就可以来get林默和周柯宇的同款的洞灵小蓝瓶。 今天是买30毫升送给大家最高35毫升。 另外记得备注稳嫩大玩家。 额外再送给大家明星奇迹水14毫升。 两支还有一个化妆包。 是真的是只有两位小哥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才可以拿出这么大的优惠的福利。 所以请大家这个支持标权的同时。 然后也可以支持一下自己心目中的小哥哥。 那么当然呢刚刚我跟大家说今天还会有很多的抽奖要来送给大家。 包括我们的洞灵小蓝瓶的礼盒以及两位的拍立得的签名照片。 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把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 多多点赞。 好。 那其实呢有很多粉丝对你们有一些总结。 就是他们可能对你们有一些关键词的总结。 今天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些粉丝对你们的撑腰关键词。 请两位分别来认领一下好不好。 来来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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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林默的。 这个是林默的。 这个是周克宇的。 对对对。 我们一个个来。 先从先从先从林默开始。 林默已经开始在手上涂我们的洞灵小蓝瓶涂得很舒服。 其实如果这个大家在护肤的时候除了脸上脖子上手上也可以涂一点。 好。 第一个林默来念一下好不好。 这是粉丝对你的撑腰关键词。 海花岛之谋。 海花岛之谋线领军人。 海花岛之谋线领军人。 为什么是知谋线呢? 我觉得是因为我在就是在宿舍里边我自己买了很多毛线送给大家。 然后因为我送毛线嘛。 然后我也会自己要一定要会这个这门手艺。 然后就去往上学。 学完了之后就教给了大家如何去自己DIY一个毛线。 不是为什么要送毛线?别的东西不能送是吗? 就是送东西来送什么?送个毛线。 送个毛线。 原来是个梗。 然后所以你自己是真的真的真的会织毛线。 嗯。 周柯你觉得他织的东西怎么样?你有见识过吗? 我我我我没见过,但是我早有听闻。 就在我们数台开始之前我就有听说过。 当时我记得是谁是奥斯卡还是谁跟我说。 说林默就是经常路过他的房间就能看到他自己坐在那个上面织毛衣。 在织毛衣。 因为当时在酒店的时候我们还有手机。 其实平时没事的时候大家就会。 就是在手机被没收之前。 最后和家里面的人联系联系啊。 或者是多看几部电影啊。 只有林默每天坐在房间里面自己在那里织毛衣。 还都不用联系。 所以林默你现在织出什么东西来了? 就是织了后来不开心又拆掉。 真的吗? 真的。就织了给他把我看拆掉。 然后现在就这么宽一点。 那你现在有织毛线有长进吗? 就是速度其实很快。 他们现在织的长度我感觉我两天就能完成。 哦。所以你如果织毛线的技能再长进的话, 就可以跟所有的队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看一下周柯宇的关键词。 我是火鸡面头号粉丝。 火鸡面头号粉丝。 刚刚我看到很多粉丝在下面说, 哎呀火鸡面我爱吃。 火鸡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火鸡做的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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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鸡面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像刚才说的嘛。 方便面嘛。 然后它会里面有一个很辣的酱料。 然后就是因为特别辣, 所以才变得很有名。 就有很多人受不了那个辣。 但是喜欢吃的人又会很喜欢吃。 嗯,所以你是很喜欢吃辣的人。 对。 但是吃辣或者说就是, 这个火鸡面其实方便面嘛对不对? 对。 但是吃方便面会不会对身材管理有问题? 会,所以不经常吃。 不经常吃,就是馋的时候再吃一下。 嗯。 那其实呢不管你是想要身材管理的还是喜欢吃辣, 但是这个肌肤的状态也是要维持在最稳定的状态对不对? 所以我会用到动灵小蓝瓶精华。 动灵小蓝瓶。 火鸡面吃多了,不要担心长痘痘。 只要有动灵小蓝瓶, 就可以来帮助你维持到肌肤的稳定状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林莫的第二个关键词。 我们是蝙蝠。 怎么能改我的词? 正确的词是什么? 我们是蝙蝠。 我们是蝙蝠。 老师赶紧把笔拿。 我改一下。 我们是蝙蝠。 我的原创。 这是你自己创作的一个歌。 对,我自己创作的。 等一下,我写下。 这是在二创的时候写的。 对,二创的时候写的。 写了很多。 那个时候是我的,就是黄金时代。 我们是蝙蝠,我们是蝙蝠,夜晚工作。 我们是蝙蝠,我们是蝙蝠,夜晚工作。 你又没有打算把这首歌再扩充一下, 就是变成一首。 就是它这首歌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如果再扩充的话,有一点画舌天足。 画舌天足。 所以就是这几,这短短的几句词,就是把你内心都唱出来了,对吗? 那首真的是,确实是这样。 是很辛苦,因为早日夜颠倒。 夜晚工作吗? 夜晚工作。 所以呢,夜晚工作的话,如果熬夜的话,皮肤状态不好的话, 还是一样,要用到我们的洞灵小蓝瓶。 对。 今天真的买30毫升送35毫升了。 所以大家要抓紧今天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柯宇的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 人间古王。 人间古王。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其实,应该是我的词给了他吧。 你的词给了他。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还觉得我也是人间古王。 你是人间古王。 所以你平常喜欢做一些恶作剧吗? 人间古。 我是,就是长得就很古。 长得就很古。 其实周柯宇。 为什么叫人间古王? 可能是因为粉丝们觉得你有那种蛊惑人心的气质。 你只要站出来,大家就被你,哇,好帅。 被你迷惑住这样子。 所以叫人间古王。 你自己感觉如何? 那应该还挺好。 因为我刚看了这个时候,我以为他不算是那种不好意思。 就蛊惑人心,感觉像是某种骗术。 对,但是其实粉丝,虽然蛊惑人心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贬义词, 但其实在粉丝心里面,他情愿,心甘情愿地被你蛊惑。 要不然这样,把你对镜头放个垫好不好? 顾惑一下大家。 那如果说颜值有所下降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最有可能是哪个部位? 脸吧。 脸上的哪个部位? 脸上就是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为什么? 因为我… 喜欢吃东西。 不是,就是,是喜欢吃东西。 但我只要长胖,我第一个胖子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一胖,看起来就容易像发塞一样。 然后,就需要经常的控制,克制,压制自己。 就是那个火鸡面偶尔吃一下,不要天天吃。 而且不能晚上吃。 对,而且不能晚上吃。 另外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洞灵小蓝瓶, 因为它名字叫洞灵小蓝瓶,它可以帮你维持住肌肤的状态。 就是永远维持住你的颜值,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我来看一下林默,最后一个。 创造营,再淘导演。 创造营,再淘导演。 实不下谎吧,其实我是个导演。 不演了,我不演了。 所以你会在现场指挥吗? 这个灯光要怎么怎么样,这个人要怎么站? 嗯,不会,我只会调整演员的情绪。 就是演得不够好,我就骂他。 演得不够好,就骂他。 那如何让演员保持一个很好的上进状态? 那当然是必不可吵的就是我们的洞灵小蓝瓶。 这一定要用,不用我就骂他。 不用就骂他。 另外我听说你在直播里面跳过女团舞,是不是? 要不要今天再给我们送点福利跳个女团舞? 来来来,掌声! 有请我们到舞台中央。 我们音乐有准备好吗? 好好好。 导演呐,又不是女团舞。 来来来来来。 跳舞好我就好。 有句滑构哦。 掌声。 她平常在宿舍里面也是一样,是吗? 那真的是所有人的开心国欸。 就是有他 他这个人就很神奇一点 就是他 小心小心小心 就是他在镜头前和在私底下 是没有任何变化 是一样的 对很多人就是 有些时候到镜头前就很紧张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导致他会 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因为会很很很 很拘束着自己 但林默就不会 对所以 他洗澡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在那个录制的时候 舞台上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样子 就是洗洗洗澡的时候 我没靠他洗澡 我没靠他洗澡 我想说 自己给自己挖坑还行 不是因为 哈哈 这种科语我看错你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在那边用的是 那种就是公共澡堂嘛 对 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帘子 然后他每次就是 进去洗澡之前 都会在外面唱歌啊 跳舞啊 就是 聊天 发疯 嗯就是能量很强大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 我觉得对于做艺人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可以把这个能量放在舞台上面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柯宇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 酷帅 rapper 酷帅 rapper 你认可粉丝对你的这个评价吗 哦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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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哈哈 觉得我觉得酷帅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rapper也是你拿手的嘛 对不对 对那刚刚 我只是喜欢说唱对 但我应该 并不能算成一个rapper 那刚刚就是 你给自己写 天才rapper 天才rapper 你是有天赋的rapper 刚刚林默有一段才艺展示 哎我觉得周柯宇你也应该给大家送一点才艺福利 嗯 我给大家唱 轻唱一段歌吧 轻唱一段歌好 好 来 嗯 我唱唱唱什么 我想和你上最美的风景 看最长的电影 听动人的旋律 是因为你呼我 会陪你到下个世纪 那是多么的幸运 哇 哇 掌声 谢谢 谢谢 而且因为我坐在边上听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真的 你自己唱的 你自己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谢谢 好 那刚刚我们这个粉丝对 对两位的撑腰的评价 大家已经看完了 对不对 好 我要把这个题板收回来啦 这块林默送给你吧 你已经把它改的只有 只专属于你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继续来为粉丝争取福利 那这个游戏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送签名的礼盒 好不好 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 就是两位要戴上耳机 一个人担任演示者 一个人来担任猜词者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猜对 两分钟内猜对五题就算过贯 过贯 好不好 来来来来我们先把耳机 谁先 周可宇先好不好 那我戴上这个我就要猜 你对你要猜 对你来你来翻这个题板 然后你来猜 但是我不能给你看 我可以看 对你可以看你听看 我听得到 你听得到吗 音乐再来一点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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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我们主题曲 林沫你要跟他说几句话 看他听不听得到 周可宇 你没有我算 我要干嘛 啊好 可以了 来 那我们计时 开始 那个邵明明的那个 出舞台 邵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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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舞台 出舞台 的曲目 九岁的蝴蝶 哇哦 来第二题 斗铃小蓝屏 哇塞厉害 第三题 这个怎么办 哇 哈哈哈 我的出舞台 我的 你的出舞台我知道 嗯 叫什么歌 何亦涵的双人唱跳节目 是什么 这什么名字 好过过过 要过吗 过过过过过过过好 来 下一个 等一下 哦慢慢 这个 这次五天我过 啊过 这个 这个也要过吗 来 啊 我是 你是 海花岛 海花岛 岛主 岛主 连起来 连起来 我是海花岛岛主 哇哦 赞 来下一题 哇哦 嗯 来了来了来了 喂你牵羊 哦 喂你抽腰摸摸摸 嗯 说出来就可以了 好 OK 过了 太简单了吧 OK 时间给了 两分钟 对对对对 两分钟 我们答对了四题 答对了四题 接下来还有一轮 我们换林默来猜 好不好 好 那就是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来拿你来拿着这个 哦我来 还需要这样 稍等一下好 我来帮你翻一下我们的题板 但是我们不能给 不能给林默看到 我我可以看到 对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来 啊 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对不起 这是第一个 好来 你可以看吗 你可以看 没关 嗯 来开始 这个是什么 撑腰 哇哦 来第二个 我的竖台 啊 我的竖台 我不记得 哈哈哈 哎呦王力宏 啊 王力宏 啊 王力宏 王力宏 带梅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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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我在练习是 我我在练习是 大家好认真哦玩游戏 有必要这么拼吗 我 在 练习是 直拍 我在练习是干嘛 好 40秒过去了 我在练习是干嘛 啊 我 什么 我在练习是干嘛 练习 笑 舞 好来下一集来看一下 这个有点难哦 这个有点难 这是什么 四个字 什么 这是什么 嘴巴 不不不这是什么 肌肤 什么肌肤 干燥的肌肤 哈哈哈哈 嫩 啊 嫩白 好嫩白啊 嫩白 嫩白 这个 你 你 这是什么 你是 我是 你是 你是风儿我是啥 哦 这也能谈 这也能回答 对 ok 最后一集了 最后一集 来来 我 我 余庚银 啊 余庚银 余庚银 干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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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我和余庚银干嘛了 你和余庚银干嘛了 啊 我余庚银干嘛了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什么你和余庚银干嘛了 干嘛了 我和余庚银battle了 battle 哦 你以为我俩干嘛了 哈哈哈 你应该好久以前早就把你给忘了 而且而且你知道 每个人戴上耳机了之后 讲话声音就会变得非常大 然后两个就贴得极其无比的劲 哈哈哈 好 那我们时间到了 一共答对了多少五题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哇塞 真的就正好答对五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这个福利呢 就是两位的亲笔签名的礼盒 所以要请两位这个我们现场签好不好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 来这个就我就直接拿了 来来来来 一人一边来签一下 一人一边来签一下 哦两个人签一盒 对对两个人签一盒 一人一边 好不好 然后我们一共签四个礼盒 那么这个礼盒呢 都是要在直播间里面直接抽奖来送给大家的 请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刷出我们今天的暗号 就是够嫩不装够强不慌 够嫩不装够强不慌 每个平台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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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四个礼盒 好 好 大家都刷起来了吗 够嫩不装够强不慌 好 多多的刷起来 多多的刷起来 在刷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点赞好不好 来来来 这个已经签完了 好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 够嫩不装够强不慌 对 够嫩不装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你要不要签一个特别的 特别的我签在里面 对 够嫩不装够强不慌 大家都刷起来咯 好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平台 天猫的平台开始抽奖 我会把你的ID的名字念出来 这个也签完了对不对 哇塞 这很特别 这个直接在里面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保管好 请两位一起来倒数321 我来截图好不好 321 嘿嘿怎么快 来 321 好 第一位 我们就是截屏的第一位 叫做 周周-77 怎么是她的粉丝啊 周周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粉丝 我在想我的粉丝也就一位 只能选第一位 只能选第一位 但接下来我们截的这一个呢 你可以选其他位好不好 嗯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 对是不是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周周-77 恭喜 够嫩不装 够强不慌 恭喜 好 接下来我们来抽取第二个平台 就是在我们的京东平台也来抽取 周克宇你觉得要抽第几个截图的 嗯 截图的第三个吧 截图的第三个对不对 截图的第三个 好那你来倒数我来截屏 321 这个手机比较特别 截图的第三个 对 1 2 3 第三个是 明显睡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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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中奖的呢要来联系一下客服 中奖联系一下客服 并且提醒大家 中奖的话 必须我们是 你必须得下单了 你才有这个领奖的资格 如果你还没下单的话 赶紧去下单 好 明显睡眠不足 明显睡眠不足 接下来这个平台是我们的小程序 小程序第一个吗 还是 第二个 截图的第二个对不对 好来 你们来说 1 2 3 好截图 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吧 我看一下 嗯 你来决定 林默你来决定 弟弟的小号 这个 弟弟的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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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来给你们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弟弟的小号 恭喜你 小程序是弟弟的小号 恭喜你中奖了 来联系一下客服 记得一定要下单 才有领奖的资格哦 好 最后一个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喵街 喵街这个 我们选第几个截图的 第五个 截图第五个 好的 来倒计时吧 3 2 1 截屏 第五个 我们来数一下 1 2 3 4 5 第五个 叫做比国王富有 第五个 下单了之后才有领奖的资格 所以如果你刚刚没有下单的话 现在赶紧去下单 而且等一下我们还有签名照要送给大家 如果你想要获得签名照的话 现在也赶紧去下单 因为今天必有权的动力小蓝品 买30毫升 再额外送给大家35毫升 记得备注我们的装嫩大玩家 额外再送给大家14毫升的奇迹水 两支 好的 那刚刚呢 这个游戏结束了 其实两个人默契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这个游戏呢 也一样是要考验大家的默契 这个游戏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就再送给大家一份奖品好不好 这个也很简单 就是我这边准备了提卡 卓克宇 然后林默 自己不能看啊 自己不能看 但是呢给对方看 然后呢 对给对方看 给对方看 对 然后呢 你们有五次五轮相互问问题的机会 但是只能回答对或错 来猜对方手上的这个提卡是什么字 好不好 好 来第一轮开始 我们有五轮 就是你可以问五个问题 对对对 嗯 嗯 我们来给给粉丝也看一下 好吧 我们的提卡 对 对 好 他是不是吃的 不是 我的这个是不是个人 不是 他是不是 动力小蓝萍 不是 很会 他们很会 不是 我提醒一下 你们你可以通过他这上面的字 来猜你上面的 因为是一组 哦 对 我这个是不是跟空间有关系 跟什么 跟空间有关系 空间有关系 嗯 嗯 跟空间有关系 不是吧 不是 我这个 是不是衣服 嗯 这个人物的角色他会穿这个衣服 哈哈 这个那就是衣服咯 不是衣服 好再给你们两题 再给你们两题 什么东西 好呢 是不是 我来提醒一下 都是三个字 都是三个字 哦 郭麒麟 黄麒麟 你想想看 不是 因为 我的这个它是一个职业吗 不是啊 是个食物吗 是的 榴莲 哈哈 三个字 三个字 大榴莲 哈哈 你喜欢吃榴莲 榴莲 这是什么榴莲 但是它是会化掉的东西 要不要过 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啊 那你的呢 我的呢 你的是 你让他自己猜啊 我的是 是是是 我的是 你的是一个职业 他如果是冰淇淋的话 一个职业跟太空有关系 哦 跟太空有关 宇航员 啊 这是你的粉丝们 对不对 好来第二题 来看一下 嗯 嗯 见他的这个这个的话 织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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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火鸡面 啊 啊 对 好这颗已经回答正确了 OK 这这个这个 对 对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够嫩布装 对不对 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看到 我猜这个了 猜这个猜这个 快 你的这个是 你问问题 对你问问题 我的这个是 你看看上一轮是火鸡面 是他喜欢吃的 但我这个叫榴莲 不对 神爵味鸡 也是一种食物 一种食物 两个字 两个字 那这个食物可能 我是 嗯 青蛙 不 不对 火锅 烧烤 不对 我这个是不是食物 不是 是个slogan 你刚刚那个已经猜到了吗 就是 slogan 哎 那我这个是什么 这个吃的 它是热的还是冷的 够强不慌 哈哈哈 对 黑蒜 什么东西啊 黑蒜是什么 什么梗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 我提选吃黑蒜的 他挺喜欢吃的 黑蒜 就那个 烤过的那种吧 它是 它应该是发酵之后的一个大蒜吧 发酵之后的一个大蒜 那就是腌制 好吧 我觉得从刚刚这个挑战的题目里面 我发现 林默爱吃的东西好多 榴莲 大榴莲 神奇远味鸡 黑蒜 对 好 那这一关 这一关我们就过了好不好 这一关就过了 那么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来送礼物 这个礼物呢就是两位的这个自拍照 对 拍列得 那么我们就现场给大家拍四张 我来给你拍 合影好不好 你们两个要合影 合照 对对对 我帮你们拍 我们 你们自己拍 好 你们可以吗 来 合照 你手长你拍 谁的手长 拿到最长拍 对拿到最长 这样 好 我们对着这个背景拍好不好 对对对对 来来这样 两个人可以靠稍微再近一点点 对啊那挺高一点 好 来第一张 大家如果想要我们的四连拍的照片的话呢 来输入我们的口令 我爱动灵小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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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第二张 我爱动灵小蓝屏 刷起来 刷起来 刷起来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会现场签名送给大家 第三张 我爱动灵小蓝屏 我爱动灵小蓝屏 这一次的抽奖口令 这次抽奖口令是 我爱动灵小蓝屏 赶紧刷起来 如果没有下单的话 赶紧下单 因为下单 你拍了个审刷的东西 才会有 你拍了个审刷 你拍了个审刷 你自己得了吗 你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我们补一张 补一张 拍个审刷 这个 拍个审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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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摆的 我老师拍了 老师拍了 有什么 有林沫半张脸 这个也有林沫半张脸 拍个审刷 你们想要半张脸的吗 想要半张脸 我们就不重拍了好不好 这样我们待会私下 重新拍一张 好 那我们私下 重新再拍好不好 然后这张当备用 一人送两张 对 我们私下重新再拍一下 现在几张了 三张对不对 那我们再拍一张好不好 再拍一张 这张林沫来拿 对 故意把它半张拿掉 好 大家刷起来 那在拍照的同时呢 我们也同时来开启抽奖了 好不好 这一轮我们就统一全部截图的第一名 好不好 好 我们直接统一截图的第一名 先来截出天猫平台的 大家刷起来要动铃小蓝屏 来 我直接截图了啊 那请两位我在截图的时候 你们干脆就签一下名吧 好吧 等一下 但是我们不要再拍两个人的那个 都拍几张 你觉得哪一些是可以的 你可以先签起来 他只有半张脸不好 好 第一位获奖的天猫平台的是叫做 C-H-A-R-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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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动铃小蓝屏 来看一下 如果中奖的话呢 记得来联系一下客服 好 看到了哈 第二位 第二位是在我们的京东平台 记得刷一下动铃小蓝屏 来 我直接来截图 3 2 1 京东平台 好 直接 第一位叫做C-下滑谓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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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动铃小蓝屏 恭喜这位粉丝朋友 恭喜你获得了清笔签名的照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程序 你的手机 你来截这个对不对 müssen Sie- 你要截这个吗 好 我来截了 3 2 1 截图 小程序上面获奖的是谁呢 第一位叫做 叫做Nino NINO,我愛動靈,小藍瓶 來,給鏡頭看一下,如果中獎的話呢,記得聯繫一下客服 好,看一下這個... 林默接到了誰 我這個是45度悲傷 45度悲傷 在喵接,喵接是45度悲傷 好,恭喜以上四位粉絲朋友,恭喜大家中獎啦 如果沒有中獎的話呢,也沒有關係,因為呢,我們的直播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那,其實今天非常開心喔,因為兩位難得來到直播間裡面,來到B.O.全的直播間裡面 那,最後有沒有一些什麼話想對粉絲說的 想對粉絲說,三宮是不是還沒有 大家期待三宮的舞台 大家期待三宮的舞台,同時呢,要保護好自己的肌貨 那保護好肌貨的話,一定要用下我們的洞瓶小藍瓶 哇,所以接下來呢,我們也期待兩位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驚喜 以及更多精彩的表演,好不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到我們的直播間裡面 記得趕緊下單,洞瓶小藍瓶,買30毫升,最高可以獲得35毫升 相當於是買一,贈一,還要多的量 真的是只有兩位小哥哥來到我們的直播間裡面,才會給到這麼大的福利 今天非常感謝林默還有哲克宇來到我們的直播間裡面 謝謝,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囉,拜拜 拜拜